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雞腿哥哥 今天魔機烏魚終於正式上線啦 那由於我之前就有玩過測試版本 而且研究了不少 所以這部影片就想說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快速藍人包 同時我又整理好目前確定可以使用的所有禮包嘛 那還沒有訂閱觀眾們就幫我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接下來我們就不囉嗦趕緊開始吧 首先這款遊戲開局不一定要刷首抽 因為五星的出貨率算是還蠻高的 就算是目前的正式服也沒有調低機率 但各位要知道這遊戲就算是五星有分階級 我們最常常到的就是史詩 不過這階級通常都是前期過度使用 從後期開始會相對乏力 而真正的主力是傳說以及神話角色 所以如果你們真的想抓的話 請盡量以神話為目標 那我個人非常推薦開局選擇的封隙角色 因為一開始系統就會送一隻加羅羅 他是封系的傳說級輸出 最大的賣點就是收割戰場 因為他的必殺技會優先攻擊殘血的對手 只要成功打倒就會再一次使用必殺技 所以非常強 個人推薦可以直接培養到滿 前期只要練他一隻就可以直接打完整場 就像是我畫面中這個樣子 那首抽的建議目標 我個人會推薦利亞阿朵 他是封系的神話級奶媽 主動技能可以解除控制狀態 並且提升20%的攻擊力 而且被動方面又可以給予全地buff 所以是相當重要的角色 然後盡量不要以米諾斯為首抽人選 因為目前的開服活動很有機會可以拿到他 這也是我開局推薦練封系的主要原因 那雖然說多拿幾隻可以方便身心 但要配合陣容還是有不同的角色會比較好 至於衝到布尼娜或者美伊也絕對OK 因為這款遊戲前中期純色隊是非常強的 可以獲得相當大量的buff 而後期則是光暗最為萬用 畢竟怕的只有彼此而已 可以大幅降低地受到的傷害以及命中 那如果各位確定要刷的話 我個人是使用雷電模擬器 整體運作起來相當順暢 而且有支援多開模式 首抽效率會比較好 下連結會放在資訊欄跟留言區 有需要的都歡迎使用 這邊我順便把禮包碼給你們 選擇畫面這裡的更多 然後設定 就可以在這裡輸入 那我一樣會放在資訊欄區 另外如果對於結果不滿意 來到帳號中心 就可以刪除帳號重新來過 那接下來重點是 各位決定好開局之後 請優先推主線劇情 不管如何就是推到爆 因為遊戲裡很多功能都是需要搭配進度才會開啟的 而且掛機獎勵的部分也會隨著進度明顯提升 所以如果想要讓支援最大的話 就先不要管其他模式 直到主線卡關之後再去碰就好 那以上就是這次為魔機物語帶來的遊戲攻略 如果還有不清楚的地方都歡迎各位留言詢問 我的基睿哥哥 我們下次見吧 好久沒看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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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